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8月11号星期二 之前我说过博尔顿 博尔顿当时现在不跟川普干了 以前跟川普干的时候 还有纳瓦罗他们两个 都是坚决支持川普 要跟台湾建交 当然我强调过很多次 跟台湾建交 不是说一定要跟中共断交 我只是多一个建交国 但是就是说我跟他建交 我不跟你断交 你要跟我断交 那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跟我断交 那就脱钩了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之前我已经说了 就是说从目前看起来 美国已经认认真真地 开始考虑了建议 就是说跟台湾正式建交 这个苗头已经越来越像 昨天8月10号 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 他们的微信号 和推特的辉号 就是说它有一个大使馆的 这么一个辉章 辉号他们改掉了 新辉号去掉了中国两个字 只留下了北京 我看看我这应该有 给你看一下 我这样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我一会把这张图片发到社区里边 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了 这是原先的 原先的事情 在北京 中国 现在就只有北京了 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 美国驻华大使馆 下面原先是北京 中国 现在变成了 就是说北京没有中国 把中国两字去掉了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就是说我们中国称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叫民国 对吧 对 是中华民国 那么其实简称都可以说是中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等于美方驻北京的大使馆 只承认我们是驻北京大使馆 我们不一定是驻中国的大使馆 这实际上我认为就是以为与台湾建交 开始做准备了 就是说我已经不承认你单方面代表中国了 中华民国也可以代表中国 就是说我们承认的 可能就说从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那么在两个中国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就是美国驻台北 比如说大使馆 驻北京大使馆 但是你们到底谁代表中国 我们不说 我们只是以地方来代称 当然了有的人觉得 他不就是挥号去两个字吗 这两个字是不能经历车的 你懂我意思吗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和驻中国北京大使馆 这是有巨大的差距的 好吧 中国这两个字拿 你要把比如说大使馆 使馆拿下去 都比中国两个字拿下去 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次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去了台湾之后 会见蔡英文 而且公开发表讲话 而且直接就宣称 自己是代表美国总统 川普访问台湾 而且与蔡英文会面 我们之前也说了 这是自1979年 美国跟台湾断交 跟中国建交以来 这是最高级别的 访问台湾 后面会不会有更高级别的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咱们最后往下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要说我们所有人要做好心 准备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睁开眼 看到你死东哥给你 播报了一条新闻 说美国正式宣布 与中华民国 台湾建交的话 我觉得 不是没有可能性 中美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打起来 跟台湾建交都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 最后双方就是说 取消互相驱救大使 就留一个 联络处保释通话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不可能 而且目前看起来 如果就朝着这条路 自责下去 双方越来越可能 就走到这一步 从2018年的时候 我当时我说我的6个预言 第一个我就说我说我认为习近平 不会跟美国打这场中美贸易战 我认为习近平没有那么愚蠢 我觉得习近平不想跟美国 最后走到了 就是说要断交 要打常规战 要让逼着美国 去跟台湾建交的这一步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习近平一步一步的 走到了这里 但是他就是走到这里 因为他可能真的特别聪明 他是我六四特别节目 我就说习近平是中国的 加速主义头子 我看从这之后 所有人都跟着死东哥开始说 习近平是总加速师 我也很荣幸 感觉还是受到了 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这么走上去 我觉得美国跟台湾建交 我觉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要彻底 就是说记录大陆 彻底激怒习近平 我当时说一个 习近平两大地点 一个钓鱼岛 一个是台湾 钓鱼岛那边 美军已经宣布了 正式帮助日本的协防 日本的自己的 算是他的国防部 也宣布了 日本要派自卫队 去协防 钓鱼岛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是在军事协防 这已经不是这种警察了 美军和日本的自卫队 日本自卫队 实际上就是日本的海军 宣布协防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中共 你再来捣一捣 我就才是军事行动 这已经摆出 要打的这种架势来了 对不对 就是说 当然美军不是冲在前面 让日本自卫队冲在前面 但是美军已经说了 我协防 你开打 我就给你干 如果再跟台湾建交的话 那就要逼你动手了 那就是说你不想打 我就想给你打了 我觉得就已经到了 这种地步了 所以 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 就是说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就只去掉了中国两个字 你们就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好像有关台湾 有关台湾建交 我觉得你的政治敏感度不够 这两个字不是那么轻易撤的 这两个字撤了 是认认真真的做 是真正的开始做准备了 换言之说白了 就是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不承认是驻中国 而就只是北京而已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